在工业温度测量领域,通常使用两种表盘式温度计,双金属和细胞式温度计。 这两种温度计采用不同的功能原理,因此适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。 双金属温度计通过包含两种不同金属的螺旋管来测量温度。 所使用的金属能够处理不同的热膨胀情况。 在高温条件下,双金属片向一个方向弯曲,在低温条件下,则向另一个方向弯曲。 在温度发生变化时,螺旋管内双金属带会发生机械变形,从而导致旋转,这通过指针轴向仪表指针传递。 然而,气胞式温度计则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原理。 此类温度计所使用的气体,建议是氦气,在温度升高时会膨胀,从而使测量管发生变形。 所以,哪种温度计是您的理想应用选择? 由于构造简单,双金属温度计的氢气适用性更强。 另一个优势 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任何影响。 而对于气胞式温度计,环境温度变化对测量结果会造成影响。 这种影响可实现部分补偿。 另一方面,气胞式温度计也有重要优势。 由于气胞式温度计密闭系统内的压力会快速发生变化,所以几乎同时就可显示温度。 然而,双金属温度计内的螺旋管对于温度变化的反应速度则慢得多。 使用气胞式温度计时,通过毛细管,该温度计与测量点之间的距离可达60米或更远。 此外,气胞式温度计的测量范围也比双金属温度计的测量范围大得多。 由于气胞式温度计外壳内填充了气体,因此可在介质温度超过250摄氏度时进行测量。 选择使用气胞式或双金属温度计,取缘于不同的因素。 在威卡,我们很乐意根据您的应用领域为您推荐合适的温度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